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惨了 这些口头语都是不行的 原来是一句口头禅 慢慢的就像催眠 就像命令一样 深入到自己的脑神经 潜意识 从假象变成真相 从虚幻变成了实际 所以说我们要处处往好的地方想 就算不小心想到坏的地方 还是要转换成好的一面 心里才不会有怨气 也不容易意气用事 当我们看到不好的现象呢 要用正见去看 不要有邪见 但是正与善呢 还是要配合 很多人是善 但如果不够正 善行也会走偏 有的人呢 很正 但缺少善念 心不够柔软 就容易意气用事 不管是行住坐卧 如果处处能够配合好的念头 好的见地 好的行为 就不会做错事了 讲到业力 我们讲说事业事业 善业事业 工作事业 思维也是业 如果没有正念 正见 正行 很难能够判断我们的业是不是正业 虽然每一个人呢 都会不小心犯错 但是很多人呢 为什么经常会不小心呢 就是因为不够谨慎 所以在处理事情上一定要稳定 要弄清楚 要不然啊 终究都是在做糊涂事啊 《易经》上有一句话说 就是说一个谨慎的人呢 累积到最后 自然就平步清云了 平平安安了 如果始终是在疏忽状态 再怎么发达 最后终究会要崩溃 崩塌的 人应该保持在淡问耕耘 莫问虔诚的心态 就是永远抱持着无为 以及无为的领域 也就是说没有畏惧 也没有所谓的为 始终就是弹求工作 不问利益 也不问所谓的功德 这才是真正为人处事的道理 各位说对不对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